妳好 我是二十五歲的李淑貞 我是三十四歲的老女人 哪裡像 為了夢想 只好暫時把良心砰到後腿 從今天開始 我就是二十五歲的李淑貞 二十五歲 要說一個成功的話 十二條件就是 不能心虛 要對自己有無比的自信 這樣不管妳說什麼 人家就會不由自主的 相信你 我提醒你 設計不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準備好過苦日子吧 從今天開始 我終於可以趁著 向設計師之路買進了 YES 我就是傳說中的 風靡千萬少女 拯救反省世界 玉樹臨風高達未猛的 從雞送 好雞 紫太倩 你該不是這裡上班吧 怎麼樣 嚇到了嗎 你知道嗎 你還敢說 要是你硬要跟我搶的話 我沒有錢 少抓了 能開啟這種車 連二十五萬都不賠我 你當我好欺負喔 這不是我的車 如果我再相信你的話 我就豬身狗咬貓帶大 喘戰北極夾三級 你不要放手啊 請問你對我有什麼不滿嗎 沒有啊 我怎麼會對你不滿 執行長 那你為什麼要刮我的車呢 我帶你的時代的理念呢 就是貼近人群 如果我上下班有司機接送 我的生活瑣事 有秘書幫我處理 那我將失去一切體驗 生活市集的機會 並以為是我不告訴我 那是執行車的車 我現在一定會被犯了 我被犯了 那遇到什麼事情 我們要勇敢面對啊 有問題我們就解決 這樣不就好了嗎 他 李淑珍 他沒有保管好樣品 這樣品不見了 所以他要負責 你要負責 就你一個無足輕重的人 要為這件事情負責 我怎麼能再努力 Working so hard 又只是戴著你們面具的 我Lady而已 不是那菜鳥跟執行長嗎 我覺得一定是李淑珍 處心機率在勾引執行長 你怎麼知道他跟執行長 喜歡執行長 你覺得執行長是 腦子壞了呢 還是眼睛瞎了 他會喜歡李淑珍 你不是跟我說過 遇到問題的時候 又勇敢面對嗎 像這邊浪費時間 還不會趕快想個辦法 白經理 拜託 Design your life 自己的人生 自己設計 清楚自己要的 才能經過設計 發生目標 李淑珍啊 是一塊朴玉 直線雕琢 都要點心思待他 他的潛力會讓你感到驚訝 跟我一起吃飯 想討好我 成為白皮女朋友的人 阿姨 你不是第一個 在哪兒 我真的很討厭人家 不接我電話的感覺 誰說討厭 更是害怕 還害怕找不到你的感覺